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西屯所昨天获报 朱镜男子称师在轿车内 一应少看寻短车内留有一张纸条交代后事 发现人是死者的儿子 死者儿子向警方表示 爸妈上周六应不明远迎口角 口角后父亲开车外出 本来以为父亲气消就会回家 因为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 昨天请假在住家附近找人 却发现父亲已在车内稍探寻短 检察官今天会同家属相验 认定无法杀可能遗体发还家属 监警调查 朱镜男子六十三岁 昨天下午三十时 被朱镜男子的儿子发现 尘尸在轿车内 轿车停放在西屯区凯旋路 敲大巴街口旁 死者仰卧又前程客坐 车内留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不用办后事 一起火化就好 没有交代寻短原因 烧炭用的火炉也放在车内 车内无打斗痕机 检方今天中午会同家属相验 排除他杀可能 以一氧化炭中毒死亡结案 以体发还家属 监警调查 死者妻子儿子对于死者 在生前吵架的原因没有多谈 只称吵架后 朱就父亲离家 朱无业在家 不知道朱在口角后会想不开 自杀 不能解决难题 求助才是最好的路 求救请打1995 要救救我 台中市西屯区 朱进男子24日 与妻子吵架后离家 昨天下午被发现 已在轿车内稍探寻短 记者陈宏瑞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